我们对小浣熊的误解还要从那包方便面说起 你知道从小吃的干脆面包装上其实不是小浣熊吗 那个萌萌的小可爱其实是小熊猫的形象 因为就算出品公司都知道 小浣熊只是名字好听 实际形象是贼头贼闹 灰头土脸 绝对算不上好看 如果选择用鱼品牌代言 得用普通人傻傻分不清楚的 憨态可居的小熊猫代替 在现实的动物世界里 浣熊甚至是比狐狸还要阴险狡诈的动物 最近看到网上很多人晒 家养小浣熊作为宠物的视频 特隆刚想要做一期节目 来科普一下浣熊的习性和危险 还原一个真实的浣熊世界 属于夜行性的哺乳类动物浣熊 从演化的角度来看 是熊和狗的亲戚 浣熊在地面上移动时 与熊很像 都是用四只脚爪缓慢行走 但是与熊不同的地方是 浣熊是不会冬眠的 这个来自北美的动物 对于中国算是外来物种 不过自古 中国却有一种动物的脸 比小熊猫更想换熊 那就是成语一丘之河的河 英文里的河叫做Raccoon Dog 直接翻译就是浣熊狗 可见它们的长相是多么的相近 另外 日本民间的神话中的狸猫 指的就是河 火影忍者中的一手尾鹤原形 也是河 还有宋朝宫廷奇案 狸猫换太子里的狸猫 也是巴了皮的河 浣熊的前爪 用起来像人的手一样灵活 它们捡起食物吃之前 只要条件允许 都会先简单洗一洗 这就是为什么中文 把这个外来物种 起名浣熊 幻在文言文中 就是洗的意思 说到这儿 我估计已经有很多观众 觉得这个动物不简单了 自然界中 另外一种吃食物之前 需要洗干净的动物 不就是人吗 所以当看到有人晒照片 大家纷纷蒙上 这个会洗衣服的小动物 然后一沿着养一个浣熊 就可以省去洗碗 洗菜 洗袜子的烦恼了 当家养的浣熊 把自家同样的宠物小猫 抱起来洗的时候 我们真的不要以为太可爱了 这也许是它要进食的准备 真的不是悚然听闻 与样貌相似 天性胆小的小熊猫截然不同 浣熊不怕人 在国外 如果浣熊进入居民的院落 是会给人造成很大困扰的 它们是什么都不挑的杂食动物 所以把垃圾桶翻得乱七八糟 是家常便翻 最让老外头疼的是 它对自己的宠物的伤害 到了晚上 浣熊还会游击作案 入射偷鸡 与狗搏斗 手段凶残 游的人家养的鸡 一夜之间被浣熊全部咬死 就和我们熟知的黄鼠狼一样 别说是公鸡家禽 在野外生存的浣熊 连老鹰都不害怕 甚至直接去抢鹰的蛋 所以在日本动画片里 给小狗狗盖个小木屋 在院子里住的情景 不会在美国出现 因为到了晚上 浣熊出没 除非是大型猎犬 绝大多数的宠物狗 是敌不过浣熊的攻击的 作为野生动物 浣熊有非常锋利的爪子和牙齿 可以分分钟弄死小猫小狗 弄不死也至少变成重伤 还有一个奇怪 而且神秘的现象 跟猫接触过的人都知道 猫是一种警惕性很高的动物 遇到未知生物或者危险 一般会迅速跑开 或者躲起来 但是当浣熊近距离看着猫的时候 即使什么都没做 猫好像被震慑住了一样 一动不动待在那里 任由浣熊摆布 我们也在网上看过很多 关于浣熊在搂抱和摆弄宠物猫咪的视频 给人一种浣熊很容易融入宠物大家庭 和睦相处的错觉 在神秘非洲的原始部落 人们至今还保留着 头戴浣熊模样的面具的习俗 用以威慑动物或者敌人 足以显示其可怕的力量 其实浣熊如果仅仅是一种凶猛的动物 那危害还不是那么大 因为每个人都会避而远之 就因为它具有多面性 懂得隐藏自己 欺软怕硬 才显得更加的危险 浣熊的智力和猫狗差不多 但是性格却非常不好 绝对不适合当宠物 狗类中最凶残的藏狗 都在很长的历史中 被人类当作伴侣动物 因为藏狗除了凶猛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素质是很忠诚 但是浣熊却没有一丝好的品质 这也就是为什么 目前火爆全国的 《动物森友会》这个游戏里 任天堂把商店的奸商老板 狸克这一角色 设定为浣熊形象 另外他们非常聪明 能够定时搜寻食物 寄住最佳食物的来源地 而且对栖息处也不讲究 在大自然中 树洞或者荒废的洞穴 都是适合居住的 在市区内的烟囱 阁楼 甘草堆等 只要令其感到舒适之处 就可以 浣熊已经习惯 居住在靠近居民区的地方 也就是在人类的地盘上 混吃混喝 一般情况下 它们并不攻击人类 白天的时候 它面对人类 会表现出可爱的一面 甚至有人在场的时候 它会对其他的宠物猫狗和睦相处 甚至亲密接触 但一旦离开人类视线 它就会搞破坏 不仅会拆家具 咬鞋子 偷毛粮狗粮 翻垃圾桶 墙壁掏个洞 还特别爱发飙 咬人 爱打架 发起何来 吃掉你家的猫猫狗狗不在话下 另外 浣熊是有拇指的 人手能做到的事情 它们往往也能做到 对于浣熊来说 打开一个门栓 插销 就像去公园溜的那么简单 因此北美的专家们建议屋外的垃圾箱上最好上一把锁 而且锁越复杂越好 因为加拿大多伦多花3000万升级的新款代锁垃圾桶 没用半年就被浣熊破解了 因此 如何避免浣熊来捣乱 一直是国外十分头疼的问题 为了减少浣熊的破坏 市政府还提供了不少建议 比如说 在草地上撒肥皂碎 在花园的果蔬上撒辣椒酱 在垃圾桶旁边撒芥末油 晚上睡觉 外面不要黑灯 宠物食物不要放在室外等等 曾经有个居住在北美的华人家里 跑进来一只浣熊 偷偷在厨房墙壁上掏了个洞 住了进去 既然这么麻烦 抓起了安乐死不行吗 不行 在北美 杀害射杀或向浣熊下毒 都是违法的行为 随意设置陷阱也可能受到刑事制裁 那实在受不了浣熊怎么办呢 可以用有机关的笼子诱补 但是补到后 只能带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放生 因此 浣熊就这样大张旗鼓 大摇大摆的在街上乱窜 甚至还去地铁上要饭吃 另外一个不能把小浣熊 当家养宠物的原因是 浣熊的粪便还有非常多的病菌 这是它对人类最主要的威胁所在 在浣熊的粪力 有可以导致肾衰竭或脑膜炎的 钩端螺旋体病 还有更有杀伤力的 能钻进大脑和眼睛里的浣熊灰虫 几乎所有的浣熊都带蛔虫 而浣熊灰虫 远比猫狗身上的蛔虫凶很多了 猫狗的蛔虫幼虫都能到达人的大脑 但它们不会进一步发育 一般也不引起症状或者症状轻微 浣熊蛔虫的幼虫在中间宿主体内会继续发育 侵入大脑的幼虫会长到2到3毫米 在大脑中钻来钻去留下通道 造成脑组织大量坏死 更危险的是 浣熊蛔虫传播不是通过接触 而是通过吸入而发生的 在没有正确消毒的情况下 即使粪便被清除了 但是浣熊粪便感染的地方也会被污染很多年 如果你家养了一只浣熊 那么最容易被感染的 当然就是你的宠物和孩子了 所以当要清洁浣熊曾聚居的地方时 需要戴上口罩、手套和保护衣 而发现家中附近或后院 有浣熊排泄物的痕迹时 就要立刻清理并让小孩远离 另外浣熊能携带狂犬病毒 据调查 蝙蝠、浣熊和臭幼 是美国主要的狂犬病携带者 而其中浣熊高达29.4% 一只生病的浣熊看起来非常可怕 自己无法控制身体 并且会产生攻击行为 外国网友称其为僵尸浣熊 因为画面会让人联想起 美剧行尸走肉的场景 由于没有长时间被人类驯化 因此一旦暴躁起来 浣熊恨不得连自己都咬 特别是在发情的时候 在国外的媒体经常会教导民众 如何对付和防范浣熊 比如浣熊向你靠近的时候 你可以大声叫、踏地、拍手 任何发出声音的动作都可以将他吓走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中国竟有人要引领一股浣熊宠物风潮 但是从法理来讲 浣熊在我国属于外来物中 没有驯养繁殖虚克症是不能养的 今天讲了这么多浣熊的所谓恶习 不是要我们消灭清除它们 因为毕竟大自然最早的原住民 是浣熊等动物的世界 地球如果不是现在这副模样 浣熊也许不会打扰到我们的生活 人类和动物都享有安居乐业的生存权利 只是不要搓把它当宠物 我们人类也不要搓把自己当成地球的主人 感谢收看特隆哥的节目 如果您喜欢 期待您的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